官告在开会首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十分低调,新华社报道仅指出,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做工作报告,并就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但官媒也有相关报道仅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是逐梦未来的重要里程碑,百年交汇,谋 偏布局,这次会议的召开和释放的信号,将为中国和世界发展注入更 强大的信心,在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即将胜利完成之, 即,中国将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其好步,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含义十九届 五中全会的全称实际上是为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 的终止中共中央委员会,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含义就是中共 第十九届党代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顾名思义 这是一场政党层级的会议,而非政府会议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全会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名义上,中央政治局将向中央委员会进行工作会 报,接受监督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政治传统,每次党代会 后要进行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次全会也有不同的任务 分析 认为,全会虽然不是政府会议,但其影响力甚至大于政府层面的国务 愿全体会议,甚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全 会上也会产生重要的决定,比如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被认为始于著 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近平上台,始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全国 代表大会 如此重要的会议采取的士币们举行的方式,外界再会 一最后的官方通告前,只能根据朱司马记进行观察和推测 十四五 规划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十四五规划,在中共的官方预警中 十四五时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线 带话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意义十分重大 路透社报道指出,新 冠病毒2019年年底首先在北京中国出现,但中国再遏制了病毒慢 延后,经济得到了复苏,但目前全球因疫情导致经济发展前景依然暗 但,同时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此背景下,路透社得道的消息来源称 北京对十四五规划的发展目标低于十三五平均六 百分之五的年增速 一些经济学家和智库估计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的G DP发展目标在百分之五左右 高城银行分析师还表示,中国可能根本就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 分析认为,在国际环境恶化之际,中国的经济 战略优先强化内部需求,即内循环 在五中全会上讨论后,新的五年 计划将于2021年初举行的人大上予以公布 2035年远景目标 另外一个五中全会的主题是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国官方称 在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的第二个阶段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 夜,要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在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35年远景目标 应是 着眼于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期目标 因此 长达15年的规划 在颇喜欢制定各种计划的中国政坛也比较少见 但 2035年这个年份并非空学来风 习和新进条例 以上经 计目标是官方公布的五中全会内容 在未公布的政治层面 外界更为 关注的中共内部权力斗争 中央社报道曾引述分析人士指出 会议中 最重要的是 就是审议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据报道 此条 立中将载入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内 荣 分析人士曾认为 根据中共家规 条例的效力不及党章 讲究 以法治国的习近平 若要确立主席中身制 就应该要修改党章 甚至回到党主席制 这次修条例而不修党章 或许反映出它在党内 不同声音的压力中退而求其次 2060探中和目标规划路透社 的报道强调 五中全会要制定中国2021至2025年的政治大方 向而不久前在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到2060年实现 探中和的目标 同时中国经济也因新冠疫情受到重创 报道指出 中国相关部门需要在明年4月份之前完成首个探检牌的版本 但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迫使他们补充新的气候目标 实际上在9月份之前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北京将宣布今后五年之内充满野心的探 减排计划 当时的文件都显示北京更重视将能源安全问题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不少分析认为北京会继续兴建火力发电厂 但习近平讲话 后他们必须要对此问题进行重新考虑 报道引述香港以为研究中心学 这Kevin Love指出 现在政府的各个阶层都忙于制定第14个五年纪化的工作 而如果中国希望在2060年达到碳中核的目标 限 可以让他注意到达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可以在 circular中情节zig上 按钮 有关键 入口 监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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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帑 监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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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